那时候在他决定和我结婚之前 就好几个男孩子向他提亲 他都没答应 最后就选了我 瞧你嘚瑟的 对吧 那事后证明在生活当中 他是你心目当中那个男人吗 到底有哪些彼此互相 非常刻骨铭心地感动的事情 让我们来看看 你的决定是否是正确 就是说我们在外面打工的时候 他也只要不上班了有空闲 他就会骑自行车带我去海边玩 看海 骑自行车从我们住的地方 要到海边要骑两个小时左右 他本来就长期这个腿 都比一般的人都不一样的 然后他愿意带着我 他最喜欢就是带我去海边玩 还有吗 还有就是后面我看他老是 用自行车带我挺辛苦的 我就说我自己学吧 学会了我们两个出去玩的时候 你就没那么辛苦了 可能我也学得有点会骑了吧 结果我骑着骑着一下子 就掉沟里面去了 掉沟里面去了吧 他一回头就没看到人了 整个人就在沟里 然后他就把那个想都不想 自行车都丢一边了 赶快跑回来找 然后把我从沟里拉起来 就转来转去的看 你摔到哪里哪里 痛不痛啊怎么 我看到那个紧张 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挺好的 还有什么更感动的 那有一次就是那个圆馆 什么 工厂里面那个 我们是要旅活经厂嘛 那个圆馆堆得很高的 大概有五米多高 我刚开始看到他坐在那个圆馆 下面休息 开始干活干润了 坐在那休息 当我走进车间的时候 我就听到外面 啪啪啪啪的响 我就知道那个圆馆肯定倒了 我就赶快跑出来 赶快跑出来 我就把那个圆馆 啪啪啪啪 我都以为把它压在下面了 我就赶快不要命地 扒那个圆馆 扒那个圆馆 最后扒也没看见人 然后我旁边的那些同事 他都笑我 他说白兵白兵 他说你怎么那么紧张 你老婆啊 你老婆早就走开了 结果他站在 那些人都在笑他 生活当中有没有最艰难的时候 就是最艰难的 应该是我老公做手术的那个时候 他得那个恒温肌肉瘤的时候吧 检查了好几天 结果那个医生把我交到他办公室 他告诉我 你老公得的是恒温肌肉瘤 然后我 我老公得你帮我的你帮我 我老公得你帮我 红尾厄能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说还可以 他说我再坚持两圈 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